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七八零年代风靡全台湾的名模陈淑丽 曾经是众人目光焦点的她 不仅生根工艺多年 更因为看了影迷寄来的书籍 让无肉不欢的她开始如素 这阵子大家都文俊色变 想要增强抵抗力 不妨自己来做发酵食 也是一个不错的保健方式 手工做的甜品不仅天然健康 吃起来也能够让人感到一抹的幸福感 国内资深志工陈淑丽 她是台湾的第一代名模 她已经如素三十多年了 她说吃素让她的体力不减反增 当志工的时候都会跑第一 陈淑丽堪称台湾最美丽的资深志工 在七零八零年代 她是家喻户晓的模特跟演员 如今喜尽千华却风采依旧 我是民国七十八年的时候 有在中市收到影迷给我的 寄两本书给我 然后说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总而言之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在做义工 那所以她就会觉得说 她们是一群志工妈妈们 那希望说把这两本书给我看 看完以后广为流传 陈淑丽印象深刻 里头有一本就在介绍如素的好处 但是我只这本书我看到两行 一行就是素食可以健康 第二行素食可以环保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陈淑丽当时正大力推广环保 所以看到如素也能环保 二话不说隔天开始全面吃素 小黄瓜 对啊 鲜嫩多汁 然后还有坚果类 坚果类就是我的蛋白质 所以就是各式各样 而且这个是自然烘焙的 别看现在她吃得津津有味 当年可是出名的骨肉骨欢 我吃中饭都会下楼去买便当 买鸡腿饭一定要加排骨 就是一定要两份肉 结果那天我就买了一铺的饭 一铺的菜 所以他们很差异说你的肉肉去哪里了 我说我从今天开始吃素 所有的人眼睛睁大大 怎么会 我说因为我昨天看了一本书 说素食可以健康 可以环保 下定决心的陈淑丽 不担心口味会不适应 反而自爆成是大胃王 一开始最怕的是只吃蔬果胃不会饿到 因为我以前肉量很大 所以没有吃肉就一下就饿了 我那时候大概就是饭桶 一餐饭就好几碗饭这样一直吃 刚开始入宿 一般人都会比较容易饿 但身体机能其实会随饮食习惯慢慢改变 我是一个活见证 你看我从民国78年到现在 因为年纪 你的体力应该随着年纪的增长 然后体力会衰退 我不但没有 我还增加 而且像九二一地震 我有去到南投去当小工 我也没有输给人家吃肉的体力 身边的学生练得哇哇叫 担任瑜伽老师的成熟力 却保持优雅从容 有小我四十岁的同学 我跟他们一起上课 我并没有擦他们 就是说体力啊 一切伸展度 并没有比他们差 无论是提臀 抬腿 越来越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成熟力总能挑战极限 她说除了吃素外 瑜伽也是天天都要做的事 我当初就是第一次练瑜伽 是在朋友的办公室 他们下班了就看到班椅子 我说干吗干吗 她说我们要练瑜伽 一起来 我说哈 我说我在三十几年前 台湾第一次就民国七十年 引进瑜伽的时候 我就兴致勃勃地要参加 那个时候人家就告诉我 不行 会走火入魔 我一听到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我就没敢碰了 没有经过求证 所以以前就是很没尝试 然后就没有碰它 所以事隔十多年以后 有人在练瑜伽 而且是在上班族的人 我说你们敢 不是会走火入魔 谁告诉你的 这是很健康的 炼瑜伽成熟力练出兴趣 加上本来就有奉行舒适生活 两者结合 让她荣光焕发 吃素跟炼瑜伽会让我保持 青春有没有永存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健康 我的体力确实有比同样年龄的人好 现在的成熟力 在她身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不止因为长期奉行属实生活 持续做志工 加上虔诚的宗教信仰 让她的身心灵 无论几岁都能拥有最美好的状态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麴 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 红麴菌中所含的莫纳可灵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而且应用非常的多广 跟着节气玩发酵 谢谢各位观众又再度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前两次有跟大家分享 福州红糟的做法跟客家红糟的做法 那关于红糟它最广度的被应用 尤其是我们在客家村会常看到的 一个甜点美食 就是红糟米糕 那红糟米糕的做法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可以买到比较好的红糟米 比较好的饭 我相信你的红糟米糕 一定会非常的吸引人 尤其小孩子也很爱吃 还有尤其是刚生产完的妇女 吃红糟米糕暖暖的 非常的养生 好 那它的做法 它的食材需要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的食材是 一样是红糟米 红糟米跟酒 还有如果有材烧的桂圆更好 然后最后是糖 所以只需要这五样 那前三个小时呢 你们需要把红糟米跟酒 还有红糟米拌在一起 然后泡它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之后呢 在电锅把它蒸熟了 然后再从电锅里拿出来 拌入桂圆跟糖 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饭后甜点 孩子跟您的长辈 或者生产完的妇女都会很适合哦 我个人很喜欢在家里做这一道 因为它所需要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它可以很快上桌 尤其在现在比较寒冷的时候 然后再配上一杯自然农法的茶 非常的幸福 而且甜甜的 女孩子很喜欢吃 它非常容易有饱足感 所以它其实当正餐不一定是甜点 也很适合哦 跟你们分享 好吃的手打杏仁豆腐 要用小火持续去拍打它 让它的Q劲粘性出来 然后再把水分慢慢地蒸发 所有的香气才会凝聚在杏仁豆腐里面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费功 接下来我们就让采姨带我们去看看 其中还有什么美味的秘诀 今天要来吃甜品了 而且听说今天的甜品呢 是主打吃完了会很幸福的甜品 手工甜品 我们就请到了家店的老板 雅秀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雅秀 你好 你好 你刚刚说到手工 其实为什么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一开始就会想要 以手工甜品来做呢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外面市场 很多杏仁的东西都是做杏仁豆的口感 那我们老公有一次就是吃到 比较特别的就是这种手工杏仁豆腐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少有的 而且是很麻烦复杂的手续要做成的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来做这一块 比较手工的东西 比较天然的食材的东西 这是杏仁豆腐为主 对 好 因为我们现场在我们面前 就有一碗杏仁豆腐 而且它里面还有搭配了杏仁茶 我们的汤底就是杏仁浆 杏仁浆 然后也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吗 对 这个非常地软Q的感觉 对 你们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做的 手工打的话就要打大概三 四十分钟 打成杏仁豆腐 看这个杏仁豆腐看起来就很厉害 赶快来吃一口看看 这杏仁豆腐好滑顺 它口感有一点点 快接近像麻糬的口感 对 但是它的Q度也没有到麻糬的Q度 它就是介于中间 对 中间 而且其实在外面很多杏仁豆腐 它可能加了很多的香精 它吃起来味道就会很呛 比较刺鼻一点 但是你们夹的完全不会 它就是吃起来是很天然的杏仁味 而且是很顺口 很清爽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口感 很好吃 我们来喝喝看这个杏仁浆 它比外面的杏仁茶口味再淡一些些 因为外面就是很多就是都是加一些香精 所以外面很多人为什么害怕喝杏仁 就是因为就是那个香精味太呛 会让人家害怕 那其实真正天然的东西 它味道是不会这么重的 哇 这一碗小小的甜品 其实就是没有在另外一家添加物 也没有在另外一家多家香精 是完全以手工的方式来做出来的 满满的用心 大家赶快来幸福一下吧 看完今天的分享 从熟丽姐的《如思生活》 到黄敬衙老师的发酵食物 以及用手工拍打出来的杏仁真食物 接着我们就可以发现 当我们的身体能够有真正的好食物 才能够给身体真正需要的正能量 《苏果生活制》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